后期买皮肤那些事 表定买皮肤父母就能和他断绝关系 当找父母买皮肤时 不同父母的表情 爸爸 爸爸 我最近在游戏里边看上了个皮肤 能给我买吗 嗯 想当年你爸我也是游戏里的一位风云人物 自己可以爱恶受动 但游戏里的角色必须要成最好的 尽管去买 我家儿子现实中可以被看不起 但游戏里绝对不行 嗯 虽然答应给我买皮肤 但怎么有种开心不起来的感觉 妈妈 我要在游戏里买颗巾买皮肤 什么 我看你是想造反还差不多 家里供你吃的穿的 你居然花钱在这些虚拟的东西上扁 我看你是三天不打上方街瓦 可是你看这可是 迷你世界全新推出的双形态皮肤 穿上去背有面 这样你儿子不就在游戏里边出人头地了吗 我去 这皮肤确实可以 不过是女性皮肤 当然是给你妈我穿 刷卡刷卡 哎呦 说好的买皮肤居然给我妈安利上了 究竟是什么生命皮肤 竟然父母也和表弟断居关系 刚刚银行卡显示又消费了一笔数目 臭小子 你又买啥皮肤了 孩子疼妈你先别着急 孩子喜欢买皮肤很正常 小孩子都好个面子 你买的啥皮肤 我 我就买了个诸葛亮的皮肤啊 哦 原来是诸葛亮的皮肤 王者里边算好看的黄金分割率 你这孩子买皮肤还学习呢 才88 不贵 比这个还贵些 你小子皮肤还穿最好的 是宇天思对吧 那个皮肤特效不错 一百多块 小事儿 好像叫五杀的 五灵仙君是吧 有品味 当初你爸我就靠这个皮肤拿到五杀 不错 我买的是三国杀里的皮肤 孩子 从此以后我不再叫你儿子 你也别叫我父亲 你太奶估计想你了 我这就送你去见你的太奶 老弟兄又买了啥皮肤啊 买皮肤时的绝分时矿 皮肤我有三不买 第一 太丑的我不买 因为我善 我不想穿丑丑的皮肤出去 让周围的文家看到会丑瞎他们的眼睛 所以我不买 第二 太便宜的我不买 因为设计一款皮肤都不容易啊 卖的太便宜证明没有设计能力 所以我不买 第三 太贵的我不买 虽然这个皮肤好看 但是如果我客心买下这个皮肤 以后的皮肤肯定会越卖越贵 所以我不买 好好好 说自己口袋比脸干净不就行了啊 那白嫖我有三不给 第一 不克金的我不给 因为他的心境超凡脱俗 根本不在乎皮肤 所以给了也是买给 第二 没有皮肤的我不给 因为他们眼光独特 白嫖的皮肤我已看不上 第三 名字叫小表弟的我不给 因为他怎样 我要面子活受罪 所以我不给 别啊 我要白嫖 只有白嫖能说我快乐 小表弟的不给他 a